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 我是木木 我是Alan 其实我特别好奇 处女座的Alan是不是特别爱干净 很爱打扫房间呢 你以为我是土豆啊 眼里容不下一点垃圾 她才是真正的处女座 像我这种处女座 就是觉得自己是很干净的 别人都很脏的那种处女座 哦 木木啊 你是不是那种很爱脏的巨蟹座啊 爱脏 我呢 说句实话 我的房间一般呢 都有一种零乱美 有的时候我觉得 自己就是乱世家人 你就是乱世 还说自己什么是家人啊 Everything is at sixes and sevens in my room 木木啊 说人话 什么叫做你家里又六又七 又七又八又八又九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平常我们经常讲什么 七零八落呀 乱七八糟呀 但是呢 在英文里面 我们通常都会说六零七落 也就是说 at sixes and sevens 指的就是物品很灵乱了 好了 小葵花课堂又开课了 我们现在一起来拓展一下 这里这个习语啊 已经引申出了新的含义 它表示 与某人发生一个争执 没有办法达成一致 比如说 到了中午 办公室呢 有的人要吃汉堡王 有的人要吃饱仔饭 有的人要吃蒸饺 还有人要吃兰花肝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They couldn't come to an agreement They were at sixes and sevens 他们就是根本就无法达成一致 意见根本就不同一呀 Ellen 你就是要吃兰花肝那个吧 是我是我还是我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啦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啦 木马听说你最爱的乐队CodePlay 又在开巡回演唱会啊 哎呦你可别提了 我去不了大老远的 他们又不来中国开演唱会 The 64 dollar question is you don't have time Ellen 你在说梦话吗 什么叫做64美元的问题 是我没有时间 什么逻辑啊 表面上来讲 这个64 dollar question 讲的是64美元的问题 但实际上它指的是 最重要的事情 最难解决的问题 所以你刚刚说 The 64 dollar question is you don't have time 意思就是对我来说 就看他们的演唱会 最难的问题就是 没有时间 其实你错了 其实呢 The 64 dollar question is I don't have enough money 说白了就是没钱 没钱啊 那你每天还吃那么好 你稍微少吃一点点 每个月都可以看一场CodePlay的演唱会了 嘴是绝对不能亏待的 话说回来 我们来讲这个西语的由来啊 其实它也是一个小故事 对不对 嘴女士 这个事还得从二战开始说起 那个时候呢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经常举办一种 有奖问答的活动 所提的问题呢 由意而难 奖金数额也按照 1 2 4 8 16 32 64的数目递增 那么到最后最难的一道题 如果你答对了 你就可以获得 64美元的最高奖励 后来呢 人们就把最后 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 称作是 The 64 dollar question 最后呢 这个节目啊 越做越大 奖金也增加到了 64000美元 所以说这一句西语 也可以说成是 64000 dollar question 表示的意思也是 很难解决的问题 现在我旁边 做的是一位过气网红 想当年艾伦也是 红级半边天啊 你什么意思 什么叫做过气 什么叫做想当年 好好好好 是当红 当红小胜 可以了吧 行 不过说他红人 现在有很多的小艺人 都会凭借意识的炒作呢 在短时间提升一下 自己的知名度 可是过不了多久 就会被娱乐 这个大圈所抛弃 哎呦 艾伦还挺了解 这个圈的嘛 曾经在圈里混过吧 这都被你发现了 不过讲真啊 我才不要做那个 A 9 days wonder呢 好 艾伦有志气 棒 表扬可以走点心吗 可以可以 棒棒哒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刚刚艾伦提到了 A 9 days wonder 指的就是那种 昙花一现的事物 或者是人 就是时间一久 就容易被人遗忘了 其实啊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 被遗忘有时候 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 这样你就可以跟过去 说一声再见 然后有一个新的开始 是的啊 因为娱乐圈的大哥大 就曾经指点过一些 年轻的小艺人 他就说 Don't worry about you in the newspaper It will be a 9 days wonder And then people will forget 不要为报纸上 有关于你的一些报道而担忧 他也许呢 会轰动一时 但是呢 很快也将会被遗忘 所以呢 大家对名利 不要看得太重了 娱乐圈的大哥 曾经指点过 还记得具体的内容 默默对娱乐圈 也这么了解啊 和Alan一样 曾经在圈里混过 厉害厉害 Fancy negative Alan你一般出席 什么场合的时候 会穿得特别的正式呢 其实我穿的正式 还是随意 是不分场合的 分的是心情 就是说 今天想穿的随意 我就随意一点 今天想穿的正式 我就穿的正式一些 有时候啊 我会穿着一身西装 去吃口味下 你平时是怎样的呢 木木 我呢 我很少穿的特别正式啊 我一般都穿的很随意 原来木木是一个蛮随便的人 穿的随便 并不代表人很随便 好吗 再说了 我穿的那叫 我穿的随便 指的就是很简单 不会穿什么晚礼服啥的 这没事 谁天天穿晚礼服啊 其实美国人平时穿衣服 也是很随意的 就是说在正式场合呢 他们会比较讲究 平时呢可能就是穿一T恤什么的 但是正式场合呢会比较讲究 比如说参加婚礼啊 或者说面试啊 他们就会dress up to the nines 穿的比较的 怎么说 讲究一点 或者说 做一点 华丽一点 好吧 这个穿的很华丽 与这个数字nine 有什么关系啊 是这样子的啊 葵花小课堂 今天又开课了 在国外呢 数字三象征着完美 而酒呢 而酒呢 是三个三 也就讲的是十全十美 很多酒放在一块呢 就可以理解为 无可挑剔 滑美无比 但是现在呢 时代在变 俗语也在变 这个dress up to the nines 已经摆脱了贵族化的味道 只要你穿的好看 只要你穿了漂亮的衣服 都可以这么表达 比如说木木要去约会 she will dress up to the nines for her date 不 我还是会穿的很随意的 很随便是吧 很随意 随便 随意 随便随便随便 随意随意 今天艾伦和木木老师呢 和大家分享了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 也很有用的 数字在英文中的 一些实用表达 我们现在一起来复习一下 看大家有没有学会啊 No.1 乱七八糟 七零八落的 at sixes and sevens No.2 最困难的问题是 64 dollar question is No.3 谈话一线的人 或者是事物 a nine days wander No.4 穿好看的衣服 dress up to the nines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Alan 我们下期见 拜拜